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 变法节需控节 万事万无跟我是什么关系 是一体的关系 佛法的修正 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心 明心见心它自然就通了 这个通里面就叫他心通 别人心里起心动念 我都能知道 我起心动念他也能知道 现在为什么不知道有障碍 这个障碍最主要的是自私自理 佛法里面讲的 执着 分别 妄想 有这些障碍 让我们自己的本能都丧失掉了 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放下 就成佛了 本能完全恢复 丝毫障碍都没有了 这是佛教的教学 佛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老祖宗也说 本心本善 一切人都有本心 人之初心本善 那个本善就是佛 他不是善我的善 那个善是赞美 太好了 好到极处了 跟大臣经上讲的 本来是佛是一个意思 中国人读书 恢复自信本善 佛教导众生 希望众生过过臣服 真得大圆满 大智慧 大福德 大自在 不是做不到的 做得到的 话说起来 容易 真做起来 有一定的困难 男子哪里呢 男子要放不下 不是别的 放得下 一点难处没有 唐代 禅宗六祖会能大死 听老和尚讲经 他就彻底放下 放下就成佛了 老和尚把衣钵就给他了 他成为禅宗第六代祖师 我们都知道 他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没上过学 偶然听到佛法 非常欢喜 正式的讲堂 一次没参加 禅宗 也一次没参加 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成就 他放下了 我们听了 听是听了 也懂了 也了解了 就是放不下 放不下 还是反复 前面我们读过 佛法修学四个阶段 信节行政 慧能大死 是一次完成 一句话当中 这四个阶层 圆满了 这个人不多啊 真不多 在历史上 没看到第二个 有明星 见星 没那么快 有人三年五载 有人十年八年 有人二十年三十年 这个有 历史上有记载 一句话之下 他就觉悟就放下了 只有能大死一个 其他的没见到 可是这一个 就给我们做了证明 佛法的秘诀 没有别的 就是看破 放下 看破是 真正明白了 放下是 不再齐心 动念了 与一切众生 活光同尘 但是 他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处 这就是 这样的人 才能够 红罚 护罚